孙力 邓超 微博日常斗笔 孙力拍卖老公青蛙裤子邓超大哭近日 经孙力 邓超 微博日常锦上了热搜 小两口在斗笔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这一对相爱相瞎的夫妇 向我们实力演绎什么事 爱到深处自然黑 还记得万圣节 邓超晒出的那片青蛙裤子吗 最近 梁梁表示这玩意儿体积 太大太占地方 要25块起价包邮卖掉 邓超急地表示 这条裤子是我的挚爱好吗 我可以赎回我的袜裤吗 谁买 我永远比他谈他多一毛 邓超和老婆孙力时常在微博互动 和其他夫妇不同的是 他们并不是晒恩爱放闪 而是互相亏来亏去 令粉丝哭笑不得 孙力四日时发文表示 只要卖掉一条裤子 没想到竟然就是 老公的轻骂造型裤 让对方直接哭了 邓超裤子孙力四日时在微博发文 我要把这条裤子给卖了 有人要吗 因为嫌裤子体积太大占地方 动作超迅速的都已经上架完毕 要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他的 网络商店看看难道这次是真的 林志玲燕程序在报复合搜狐娱乐讯 Shill 文 今天 5号 上午 微博大号关爱八卦成长协会 爆料称林志玲燕程序已复合 并晒出一些蛛丝马迹 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此次爆料来源于刘更鸿1月4日晚 微博删出一张语言程序的合照 并祝福严程序生日快乐 早日幸福快乐 很快有网友发现 何影在11月他们一起参加 台湾富商蔡明星女儿的归宁燕 而刘更鸿当时曾发过 一张在相同场合里 跟林志玲的合照 由此推断 林志玲和颜程序当时 都出现在了归宁燕的场合 并很可能有交集 因此 刘更鸿特意选这张就照处服颜程序 显得有些意味深长 此外 志玲姐姐的新年发的文字 也令人浮想连篇 她晒出一张美照 写道 二千零十七爱你一起 一起更好 一起珍惜可以快乐的每一刻 初看是在跟粉丝互动 但亲密的语气也像是在跟爱人喊话 责任编辑 好家 UK 047 分享 在相关阅读张深 李志南守护丽人 时尚父子狂切经搜狐娱乐训 李小璐 张艺 张深 李志南 刘佩奇 连妹主演的都市情感剧 守护丽人 正在东方卫视 真正卫视 黄金当热播 元旦首播当日极战货 CSM 52成 为是黄金剧场电视剧 收视的冠军宝座 张深 与李志南 这对时尚父子 也成了该剧 吸睛的亮点 时尚父子 系列相爱相杀一个是外表时尚 内心腹黑 为利益不择手段的总裁 父亲黄志高 一 各是个性张扬 心地善良 热爱户外运动的 驴友儿子黄在远 为了达到自家公司上市的商业目的 黄志高不惜利用 附加千金与儿子的情感 这让本就不合的父子关系 再次推向矛盾尖端 但随着公司的经济危机爆发 张深与李志南这对父子 关系也将从剑拔弩张 死磕到底变成了相依相守 黄在远是个物质 富有富爱匮乏的孩子 黄志高对他利用大于疼爱 挺可怜的 李志南说 霸道总 财 戏外是猫霸相比守护利人中 儿子李志南 被父亲张深责骂 利用 现实生活中张深的儿子就幸福多了 儿子小时候 张深无论工作多忙 总会抽时间陪伴左右 亲自下厨做儿子喜欢的吃食 儿子长大后 远赴米国留学 虽然朝夕相处的时间少了许多 但张深总是计算时差 时不时与儿子包个变化周 或者直接去探望 听张深与儿子这朋友般的相处模式 戏外的他 怜然是不折不扣 那么万一美 套用一句台词来讲 戏里戏外同是爹 差别咋局那么大呢 责任编辑 李志正 UK005 分享 在相关热读